12月26日 CBA常规赛第二阶段常规赛火热进行 广东队vs广沙队 比赛开始后广东队状态奇差 半场竟然落后17分 下半场广东队终于醒来 不断的攻势缩小分差 但莫杰又被广沙打出攻势 最终以86比98输球 此一威姆斯发挥出色 他出场33分钟 投篮14中8 得到23分6助攻 比赛开始后广东队整体攻防低迷 被广沙队打出一波17比2 形势非常危急 威姆斯状态也不好 不过他很快调整回来 一记标志单拔跳投命中 为球队缩小分差 哪知道广东队整体攻防还是没有起色 首节竟然落后17分 次节威姆斯继续带队追分 中投依旧犀利 还有造犯规的罚球 可广东队整体状态仍然没有调整回来 而威姆斯是为数不多正常发挥的球员 又是一记抛投命中 半场时威姆斯得到8分 是广东队第一得分点 下半场威姆斯开始发力 一记空中拉杆打进 后来还有三分球命中 帮助广东队缩小了分差 等到威姆斯造犯规两罚权重时 广东队已经将非常缩小到11分 紧接着威姆斯又是三分球射中 他的攻击力仍然稳定 在威姆斯的努力下 广东队三节结束终于将分差缩小到10分以内 让人看到莫杰反超的希望 莫杰广东队打出进攻高潮 威姆斯关键时刻一记中投 一记三分球 将分差缩小到2分 逆转的希望大增 但是随后广东队就陷入低迷 又是被广下打出进攻高潮 后续的比赛也没能反超 最终输掉了比赛 威姆斯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 他全场得到23分6助攻 要知道这是他新赛季的首场比赛 我们看到威姆斯是广东队为数不多 发挥正常的球员 上场后经过短暂适应过后就稳定输出 特别是莫杰的关键三分 让人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只可惜球队整体攻防一般 威姆斯之前第一阶段常规赛没有归队 总经理朱芳宇当时说续约还没有完成 不过后来双方达成了一致 现在看来广东队的续约太正确了 今天的比赛表现就是证明 对的是 下方达成了一致的证明 有一点钟就是我前方达成了一致的城市